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卫彤 最开始有带您关心国际股市 美国指标科技股英特尔 上周股价重挫12% 而主要指数是涨跌互建 尤其这个星期金融市场聚焦 即将登场的重头戏 包括美国联准会公布最新的货币决策 美国一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 另外以及美国财政部公布发债计划 外加科技业超级财报州会陆续揭晓 台股今天表现是再度冲下波段新高 加均指数上涨124.6点 就在18119.63点 全职王台积电上涨到648元 另外AI以及重电族群表现强势 成为今天的盘面焦点 好再一个星期多 就要过年长荣航空公司 及时罢工危机宣告解除 几点股价早盘大涨超过百分之五 另外旅行社包括熊师凤凰 武福等个股都反弹约百分之二 出手拆弹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肯定劳资双方发挥智慧创造双赢 那我要特别肯定长荣航空以及机师公会 都能够发挥智慧 创造双赢分别跟机师公会 跟长荣航空做了非常多次的 往返的讨论 最后能够在昨天晚上签下了协议 那这协议的内容也非常完整 我们希望协议是一个起点 未来期盼双方能够在公司的治理上 能够多跟工会对话 创造更多的双赢 结石工会周日发表声明指出 在行政院等主管机关的见证之下 劳资双方已经正式签约 达成四点协议罢工争议正式落幕 此方同意调整飞行员本薪及职务津贴 定期检视外站津贴的调整 不直接以政机师身份禁用外籍机师等等 而劳方也同意到2026年5月31号为止 不会再针对这三项议题发动罢工 随着长荣机师罢工危机高一段落 台铁的劳资争议也成功解除 台铁产业工会原先在过年期间 要依法休假行动 不过今天宣布考量劳资共事提高 将暂缓依法休假行动 而教部长王国财也强调 过年输运没有问题 好 再来关心 台积电全球设厂布局传出新消息 不仅下个月 台积电高层将亲自前往日本 参加雄本一场的开幕仪式 有日美报道 台积电正评估新建的日本第二座金圆厂 也将落奖雄本菊阳顶 可能获得新台币1584亿的大额补贴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前首度松口 日本建厂可能方向 日美雄本日日新闻披露 台积电正评估新建的日本第二座工厂 也就在雄本县局洋艇 预料将落脚在去年底完工的一号厂隔壁 将在2月6号对外公布 便传出将获得日本政府高达 7500亿日元的建厂补贴 产业分析师研判 台积电雄本二场 极有可能导入7奈米 6奈米以下先进支撑 与Sony Apple相互结合 供应自驾车 智慧车 智慧仪表版产品生产 与车商更加紧密合作 贯彻MegaFab就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厂策略 其实两者一场跟雄本的一场二场 应该也是一座距离非常近的双四星厂 那这两座厂的产能 也可以彼此互相的一个支援 然后做成未来一个所谓的 不同制程的多晶电封装的一个策略 台积电发言体系表示 全球制造版图扩张策略 基于客户需求 政府支持 以及经济成本考量 持续必要投资 而外传日本三厂评估 设在大阪可能导入更先进的 三奈米制程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董事长刘德英 预料将出席日本雄本厂开幕典礼 日本政府寻求打造先进制程落地生产 也让台厂加速布局 新打电视高级的审慧桐 台湾台北报道 台积电先进的技术实力 以及可信赖度 成为各国政府拉拢设厂的对象 有外媒报道 拜登政府对台积电 以及英特尔等大厂的巨额补助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就会公布 台积电在美国建造两座晶圆厂 如今终于罗万获得美国政府补贴 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向台积电 英特尔等半导铁巨部提供数十亿美元补贴 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公布 国家尤其是美欧日政府不补贴的话 其实是没办法增加他们自己国家的任性 台积是帮着你增加任性 帮着你增加产业自主 台积电的雄厚实力受到美国极力招揽 两座晶圆厂总统资达400亿美元 2022年美国签署晶片法案 携手民主伙伴强化半导体供链 而台积电的角色尤其关键 台积是帮着美国半导体制造回流的 最关键的指标跟定锚的作用 因为全世界老实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除了台积包括英特尔都办不到 台积算是美国重回半导制造的 应该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在全球民主与集权阵营壁垒分明下 台积电独占的高阶晶片制造技术 与可信赖度 在国际震惊舞台的重要关键性与日俱增 新唐人亚太电视 我终于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再来关心 这个星期半导体厂联电 以及联发科都将在周三举行法说会 而就在近日联电是抛出震撼弹 宣布将与英特尔共同开发12奈米支撑 而到时将成为法人的关注焦点 同时事况展望以及新厂进度 同样受到关注 而另外随着AI应用大爆发 联发科在法说会上对今年AI手机 以及整体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复苏看法 也将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 而国内电子代工大厂伟创与鸿海 将分别在这个礼拜五 以及礼拜天举办尾牙 鸿海董事长梁伟将出席发表谈话 而创办人郭台铭是否将出席 则是引发外界关注 另外伟创董事长林宪明将率领各主管出席尾牙 释出今年公司营运展望 同时也将谈到AI伺服器 以及车用等产品线的布局情况 而日前 挥达真心长黄仁勋就点名 台湾9家合作伙伴是超级巨星 鸿海与伟创就在名单当中 挥达真心长黄仁勋上个星期来台 大赞台湾在AI产业的重要地位 而今年6月7月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他还将再度来台 有分析就认为 挥达有可能在今年的Computex上面 宣布新的AI电脑晶片 那么请教资深分析师邱敏宽 你怎么看台长被外界被称作 AI军火商 怎么看今年的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洪文勋董事长 这是一趟路来到台湾 参加了望远会 还展开惊猴 唱了一首《向前驾》 而且他现在还充当了 整个股市的一个名师 他特别谈论到了九党的一个个股 那这九党的一个个股很简单 就是从台积电 联发科 日月光去带头 包含电子舞歌 简单的说 就是他所有的一个协力伙伴 那以近期来看的话 先跟各位谈论起一个重点 台湾在2023年开始 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过去台湾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些传产类股 例如说像台硕士堡 例如说像水泥股 例如说像一些机械等等的 接受到ECFA的一个冲击 所以最近的一个业绩 有点开始呈现 所谓的衰退的一个状况 但AI的一个个股 却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是在2023年 不管是广达 伟创 技嘉 华泰等等的 这类的一个个股 都是一飞从天 所以就以今年来看的话 今年2024年才是正式的AI元年 这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再来 对于整个回答来说的话 今年最重要就是 3奈米新制程的一个新晶片 到底会不会在年中亮相 现在AI这则的趋势是大公司陆陆续续 都在进入这个大产业当中 所以包括像Google 包括了像整个脸书 包括了像OpenAI等等的 现在先是大型机构在建军当中 然后未来的话很简单 我问各位 AI电脑它可以帮你自动回答很多的信件 它可以帮你处理简单的文书的一个问题 简单的说 以后的电脑就是你的小秘书了 你不用再请助理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AI的手机也有这种功能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 等到未来的各行各业 AI开始渗透之后 这个会对科技业形成一个 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商机 所以很多人会说 最近有所谓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新的科技产品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工作 改变你未来的生活形态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而这一波的商机 刚好掌握在整个台湾的手中 所以就目前来观察的话 我还是一句老话 AI的个股有低 就是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不要追高 但就现在来说 这个大趋势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一时半刻是不会反转 富比市新闻26号报道 LVMH董事长阿尔诺 及其家族的净资产 在26号成长了236亿美元 达到2078亿美元 超过马斯克名下价值 2045亿美元的资产 成了全球首富 南韩Business Korea报道 南韩一家经销商 涉嫌将美国制造的 半导体晶片走私到中国 这是南韩海关首次查获 这一家公司在三年期间 已经空运走私中国144次 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 公布上季财报 不如市场预期 导致26号股价尾盘暴跌12% 英特尔公司执行长 季辛格信心喊话 提到公司面临的逆风 在第二季可得到缓解 中国恒大面临财务危机 周一在香港高等法院 在提训法官正式颁令 要求中国恒大清盘 停牌前中国恒大股价 暴跌20.87% 恒大汽车重挫18.21% 恒大物业跌2.5%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力报道 好 但告今天的产业动态 国内金融圈传出震撼弹 2022年因为家庭因素 申请退休的中信金控 前总经理吴依奎传出将在三月回国 担任集团副董事长 另外台船集团 抢进百亿的电动船商机 旗下的台船动力 携手丹佛斯公司 签署合作意向书 期盼与国外厂商 强化在船舶电力驱动技术的合作 宏级创办人师正荣 再次携手美国雷鸟学院 展开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 期盼协助台商突破国际化的挑战 另外知名的儿童读物 巧连制月刊 经营台湾市场超过三十四年 今天公告月刊将从三月一号开始 停止受理订阅 因应纸本阅读习惯等改变 好 量子科技 被视为下课时代的运算工具 台湾也在今年组成国家队 投入经费研究 国内中研院申告好消息 成功自研自制五位元的 超导量子电脑 写下台湾量子科技新的里程碑 送上台湾自制的量子晶元 给总统蔡英文 中研院的量子科技研究 迈入新里程碑 台湾成功自研自制 五位元超导量子电脑 总统强调 台湾制造是台湾人的骄傲 那量子科技对每一个人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 藉由量子通讯加密 可以强化自然传播的安全性 那么更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 我相信我们的量子科技实力 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对全世界的量子技术贡献重要的力量 这个五位元的技术呢 虽然不是世界第一 但是它也是实际上少数国家 几乎是一只手可以数出来的国家 能够自己自研自制 实验室内在低温量测系统上 就可看见中研院自制研发的量子晶片 一旁则放置高频线路系统 再配合高速运算电脑 使用者就能透过平台 使用这套量子电脑系统 并将开放产学研进行合作 一个是在晶片的制作 制作到水准 可以让我们实际上去操作这些慰言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对整个控制系统 整个环境的了解 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花费 这个量子晶片它的功能 我们已经也量子通讯也出来了 10公里100公里也马上会可以 以后我们的通讯 事实上先用到我们的国安里面 量子科技成为各国抢食的新兴产业 被视为下个世代的运算工具 预期将对AI 金融 生意等领域 带来重大影响 新唐人野太电视 陈辉摩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 2024年美国有望取代中国 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下节新闻我们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海外旅行减少 中国大型航空公司全年亏损 《中时报》报道 印度要求科技巨头 根据明确的规则监管身为技术 华尔街日报 电动车的重要一年开局不利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版本折制透露 台积电日本二厂将落脚熊本县举阳顶 他们再来关心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等因素 德国官方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在德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的主导地位正在崩溃 并估算去年德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 下降到2540亿欧元 降幅为15% 而反观美国经济发展是出人意料的强劲 报告指出美国作为贸易伙伴 只落后中国1亿到20亿欧元 如果这个趋势在今年持续下去 美国就将取代中国 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 中国股市螺旋是下滑 中共官方宣布从今天29号开始 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 加强卖压的监管措施 不过连番推出的救市措施 能否使经济反弹 对此国际投资者以及散户投资人 是抱持存疑的态度 外媒彭博报道 中港股市从高峰期以来 损失超过6兆美元 总是指回落到2020年的水准 这也代表着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前景 是感到悲观绝望 而这样的悲观情绪 是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电动滑轮鞋导入人工智慧技术 让使用者走得更快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现在人工智慧的应用领域是越来越广泛 就连在鞋子上也能看到 德州新创业者推出一双电动滑轮鞋 号称是全球走得最快的鞋子 利用人工智慧分析使用者的行走习惯 让步行更有效率 跨步行走速度 却比其他行人还要快 就是因为工作人员 穿上了新创公司 研发的电动滑轮鞋 而且只要维持原本的走路方式 就可以进行 电动滑轮鞋搭载人工智慧 藉由搜集用户的步态 速度 步伏等数据 预测使用者的活动 并帮助使用者进行加速 减速或停止等模式切换 行走速度可以提高到三倍之多 电动滑轮鞋 目前主要应用在仓储场域 可以增加仓储人员的效率 瑞典的IKEA就是合作伙伴之一 新唐人亚太电视丁雅娜 综合报道 印度太空研究组组织在1月1号成功发射首颗测量X射线的卫星 为2024年的太空研究打开精彩序幕 也为神秘黑洞的研究推进一大步 2024年元旦这天 在众多科学家的瞩目下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从航太港斯里哈里科塔 成功发射印度第一颗载有X射线研究科学卫星的火箭 这颗卫星主要任务是研究黑洞 中子星 火月星系和脉冲新风云等天体发射的X射线 3 2 1 0 另外毕竟四个月 印度首个研究太阳的天机观测站阿迪亚L1 也在6号抵达最终轨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我认为我们的宇宙主席 我认为我们的宇宙主席 我认为我们的宇宙主席是很严重的 就像是Chandrayan 我们将会发现宇宙的宇宙秘询 我们现在为我们的宇宙主席 因为我们的宇宙主席 我们的宇宙主席 所以我们的宇宙主席 在宇宙主席 阿迪亚L1探测器进入第一拉格朗日点光云轨道上 将可连续观测太阳 而不会发生眼星事件 且能帮助科学家及时了解太阳风和太阳药斑等活动 及其对地球和近太空天气的影响 新唐亚在电视赖利亚综合报道 来看到明天1月30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AMD、微软、Alphabet以及灰瑞和星巴克公布财报 雷巴克新竹高铁办公大楼开工动土典礼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商业紧急调查报告 以及旺红中华电信举办法社会 以上是1月29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收看 我是沈美彤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